来看台铁229自新自强号 在21号在花莲是遇上了土石流 司机铁轨上全都是落石 他是紧急拉下了刹车 用力过猛也让他的右手手肘 出现了出血性骨折 他是忍痛通报完之后 才上担架来送医 而全车有525名的乘客脱困 行政院长卓荣泰 也在22号亲自慰问司机员陈良俊 陈良俊说最痛的已经过了 这句话也让人十分感动 短心慰问伤势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22号 亲自到花莲慈机医院探视 司机员陈俊良 因为他在台铁229次列车出轨意外中 不顾自己安危死守岗位 亲自把慰问红包交到他手上 陈俊良态度客气 把感谢挂在嘴边 但在台铁意外的9名伤者中 他伤势最是严重 意外发生后被抬上担架 右手包着纱布动弹不得 语气虚弱 陈俊良右手严重出血性骨折 左腰无法正常翻身 约台边民众大喊加油 乘客满是感谢 因为由他才没有酿成更严重的伤亡 事发当时大量土石流覆盖铁柜 司机员陈俊良一看到马上拉刹车 但因为据实就近在眼前 担心后方乘客安危 一时用力过猛 让自己右手严重变形 列车上下剧烈晃动 也让他的右手粉碎性骨折 但他仍忍痛向总局回报完情况 才终于倒在担架被送往医院 第一时间被送往嘉湖病房 手术后顺利转入一般病房 预估休养一到两个月 陈俊良今年51岁 2015年入职台铁 三年后转任司机员 平日表现良好尽责 这是事故中的冷静应对 事后谦虚态度让网友都大赞 陈俊良不止专业 还有一颗为旅客着想的心 综合报道